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chatter hue 有一个知录 也是一位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她所天ispers 的指示 中国人就是一位明镜与点栏目 上来你的节目 没错 等一下 朱律师太太好像都说会出现 那一会可能又跟他聊聊天 但是朱律师呢 我上次见面的时间 除了说他的命理风水之外 那朱律师说 我都见到灵体 那你山德斯今天说 你以前常常会遇到灵异事件 是 在哪里发生 这个在当兵的时候 在台东 台东这个喉山这个地方 因为台东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台湾的原住民 所以有一些老一边的巫师 或是祖灵的关系 甚至他们都是土葬的 有的是太久没有挖起来的 所以灵就会在这个山头住在那里 等一下 我又翻译一下 朱律师说他在台东要当兵 台东其实都是比较荒谋的地方 偏远一点 偏远一点 他说其实在那里 山区 或者在那里 埋葬在那里的人 你在那里当兵 可能在那个地方 通常都是土葬 通常是土葬 所以可能 他的灵还留在附近的范围 是的 那就容易葬到 先分享一个 你比较有印象最深刻的 好 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当兵就是购工 购工的话就是在工地里面 工地里面有时候 这个扎营的营房有一个距离 所以大家临时的阴架 在那边睡 在那边住 所以一般的话就是等于在山洞里面 所以有一次啊 因为在偏远的地方 蚊子多 蚊子很多 蚊子很多 所以没有蚊香 那怎么办 那就是用传统的方法 拿卫生纸卷一卷 然后就是让它燃烧 就会熏 熏的时候 蚊子就不会靠过来 但是没有打火机 你先翻衣服 刚才朱老师就说 他是当兵 他们通常做事 那些工地 就离他们的营很远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住在山洞里面 山洞里面有很多蚊 很多蚊 那他们就说 没有蚊香 那用最原始的方法 原来呢 他们将那些纸 烧了它之后 用那些烟来分那些味 就会赶走蚊子 很充益 OK 继续 再来就是 因为要点啊 没有打火机 只好用什么 用电 因为电触电的湿 会产生破坏 对 所以在这个中间 有的阿兵哥 就是让他先休息 睡在银架上 因为他要留在工地里面 顾手 我们在外面 就是准备一些 就是 不會晚上他比较好睡 所以就是点了这些 用卫生纸捲起来 把他熏蚊子的 后来 因为这个阿兵哥 开始进去 准备要睡觉了 我们在外面在那边用 包括扎营啊 还有电灯啊 结果啊 这个阿兵哥一进去之后 他发现说 电灯为什么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我在搞怪呢 嗯 我说没有啊 你用你的电 跟我这个电触电 产生火花是没有关系的 哦 我就说好 那我就再进去啦 再进去 他就觉得很恐怖啊 为什么电灯 闪得更快 一闪一闪 哦 那些灯就一直闪 是一直闪 是啊 对啊 所以他吓到了 他出来骂我 说 你不要这样子整人 整得那么离谱 嗯 我说 水都没有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你继续睡吧 结果他这一次睡了 就很恐怖了 整个阴架会震动 震动 阴架是 阴架 整个阴架会震动 哦 所以就震动了 震动了没关系 把他整个人 又把他从里面 抬到外面来 哎哟 哎哟 吓死人了 真的吗 真的 那时候你在外面吗 是 他结果听他惨叫一声 用爬的爬出来 哦 我以为什么事啊 他说我没办法讲话 真的被鬼吓到 OK 那刚才 朱老师就负责在营外面 就做那些 赶紧那些烟墨 那里面睡觉的那些师兄呢 他就说 里面的灯在那里闪 那里面的灯在那里闪 那他就以为朱老师搞鬼 那一次两次是这样 之后呢 他就说不是我哦 朱老师说没有搞过哦 接着到第三次呢 很奇怪呢 就是 他在那个营里面呢 那个师兄呢 整个人 被人搬出去 那个营架在外面 然后吓到他是不敢说话的 但是你们在现场看到有什么拐异的事情吗 有吗 是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很正常 哦 但是他在山洞里面呢 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哦 而且他真的是 那个不是骗而已 吓到整个人用爬出来的 哦 这个不是 不是骗人家的 哦 就是开始反映了 反映了觉得说 开始 觉得说这个地方有这样的灵异事件 太恐怖了 哦 所以他就多派两个人去那边住 但是 在那段时间呢 整个营区里面就开始到 开始乱了 因为有怪手去挖到石棺 怪手 怪手挖土机 哦 对 他们叫那些挖土机叫怪手 哦 那些怪手 挖到石棺 石棺 对 他挖到一个石棺出来 在那个area 是 那个范围里面 挖到石棺出来 所以挖到这个 就是台东他们原住院的这个树林 所以就开始那时候开始不平静了 开始就开始断了 那有时候有人去喝酒 或会来到那个竹林里面看到一个 那个手忽然为什么一直深深的 他要抓的脖子 结果他一紧张不小心 跌到那个大河里面去了 所以看到一只手 对看到一只手 看到一只手 他觉得是有人在吓他 所以他就用石棺丢 丢那只手 更恐怖了 那只手就追着他 好 翻译一下 我也不懂得懂 就是说突然间有只鬼手出现 晚上他喝着酒 冰哥 就有只鬼手出现 那他就说 冰哥就用石头扔他的手 扔他的手 然后他就一路追他 那只手 追到河边 搞到他跌了到河里 是的 好像引他下去 感觉就是那个手 就是推他去那个湖里面 对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第一个 往生的第一个开始的 往生的 对 那个冰哥就死掉了 真的 就死掉了 被那个湖 真的被那只手 吓死了 就得到那个湖里面 就死掉了 哎呦 怎么办 之后怎么办 怎么处理 所以就是 捞也捞不到 捞也捞不到 真的 尸体都不见了 尸体都不见了 对 所以就开始大家 有警觉心了 嗯 有警觉了 有警觉心了 结果有一次啊 在挖这个油库 地下油库的时候啊 那个油库上面 跑步的声音很大声 哦 一个地下油库 油库 一个油库 对 后来 我们觉得 不断对位性啊 因为上面 阿兵哥都急而下来的 嗯 但是那个跑步声 为什么还那么大声 嗯 因为有之前的事件 所以我们那个 班长啊 就赶快带一队 整队 点点树 确实是 已经到齐 就带回家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山整个就崩下来 哦 哎呦 崩下来 对 崩下来 那么巧 就是听到有脚步声之后 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一离开就山崩了 就是山崩了 哦 另外一个位置 试过他们在挖油库 在地底里 嗯 那么突然间听到呢 上面很多脚步声 是很重的 那么正常呢 上面应该没有人的 因为所有人在那里 在那个油库那里 那么他们又觉得很奇怪 那么点人数 快点离开那个油库 一离开的时候呢 就山崩溜 这样 如果你们不走的话 死的 全都死掉 哇 一百多位阿兵哥 一百多 一百多人 你也在里面 在里面 哇 很幸运啊 很幸运 哇 其实可能还好个鬼 我相信他们是 是好的领域 来帮你们 有可能 对 就是叫我们赶快离开 对 哦 了解 OK 那么我说问 这个冰房的东西 是不是盖在一个 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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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山坟 山里面 在一个山里面 山里面 对 然后就是 那个山整个把它挖 挖下来 挖下来 对对对 哦 所以他们的地方 整天罵他们 因为是那些山坟里面 他们会挖那些山 可能就会碰到他们的山坟 那些石棺 那些东西 可能骚扰到他们 嗯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次 看到 有啊 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整个那个银架 爱型钢 你看那个爱型钢 差不多有30公分的爱型钢 是那个石头吗 H银就是我们那个购物的那个钢架 哦 H给你钢 哦 钢架 钢架 OK 啊无缘无故 软掉了 软掉 对 它软掉 对 你们用那个H银是要 撑那个就是鸡宝的那个模子 对对对 就是要撑一个模子 对对对 把它撑着 然后因为要盖起来 嗯 上面要用很重的那个水泥 嗯 水泥 要把水泥 要撑着那些水泥 所以他用H那些钢 OK 但是他遇到呢 会变圆的 H角变圆了 跟着陷了下来 哦 有遇过这个 对有遇过这个 后来 因为那时候阿兵哥死了差不多9个 哦 对 那次事件死了9个 是 19个之后 后来就是要去攻击嘛 哦 对啊 那攻击那一刹那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习识 就是说 当你受病还未到的时候 你的灵魂 嗯 可能就是会被牵到王死城 哦 王死城 对 王死城那边 没办法去投胎 嗯 所以那时候要 就是攻击完之后要抬关 嗯 阿兵哥讲抬关的时候 我忽然我看好几个黑影子 像冲进去 原来就是 看不到那种 我们讲的灵异事件 整排的他顺着阿兵哥的中间 这一条路 穿进去 他们也是很有规矩 嗯 结果抬关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这个 抬关的人的后面 跟着一个一个抬出来 就是那九个 有可能是那九个 阿兵哥的灵魂 对 灵魂被这些 抢走 抢到那个王死城去 哦 哦 就是那几位 那几位阿兵哥 出现了 就是他们枉死那几个 王死 那几个 哦 那没有抄渡吗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时候就没有抄渡 所以他们就跟着去了王死城 对 哦 因为在兵房里面 发生这些灵魂事件 又不会做一些超渡 不做超渡 是的 当是以外这样 是的 所以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出现 哇 这个是你 自己看到的 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 因为当时 当兵的时候 有几个 会有灵魂的体质 对 他们一回来就 头晕了 就戴不住了 戴不住 戴不住了 就不舒服 会不舒服 对对 那你现在 现在我知道你要去看风水啊 什么什么 现在你看都可以看到吗 是 会看得到 对 所以一般养仔如果有问题的话 进去就感觉到麻麻的 甚至有时候看到黑影飘过去 甚至有的房子啊 如果是破屋啊 比较久没人住的 这些就很容易卡印进来 对 因为他 你没有人气 没有人气 这些 这些幽魂啊 他们就会进去那边休息 在那边住 如果久了 他们就战地为王 对 所以 在那边练啊 甚至有我们讲的一些厉鬼啊 很恐怖的啊 这些鬼啊 他们在那边就成仙成活 但是他们在成仙成活之前 他们就会从 腰开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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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上次 如果大家记得了 他就看那间空站 是 是不是就在这边附近 是 板橋区 都是板橋区 我们这边坐车去 不用十分钟 现在租出了吗 那间 还没 还没租出 还没租出 我和那个 agent有联络 问过他 是 因为上次讲的屋子 就是说是一个空姐 是 空姐 空姐在那边自杀 是 然后最恐怖就是说 个遗书 个遗书 写给他家人 就是说 不可以卖一间屋住 因为他想住多两年 要两年后才卖 就是说那只鬼在那里住多两年 是 你恐怖 是 现在就过了两年 刚刚过了两年 他就摆出来个市场买 是 就是说什么 好了 讲一些住的地方 一会儿 那朱老师的太太 都会来到这里 都会和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他们 都是看风水 或者他有什么 资料可以给我们 诶 有些地方真的可以住 我相信 无论台湾或者香港 都差不多 好了 谢谢朱老师 讲了他的灵异经历 那 当然一会儿 诶 没有了 看完了 不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这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话 就非常简单 可以参与我们 月费计划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bigair.com 里面 参与这个月费计划 声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 想给Cons 看哪集 就买哪集 都是可以的 登搜我们 bigbigair的手机APP 所以说话 你可以拭除专便 喜欢哪集 就买Cons 所以希望 你快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你会看得最多最恐怖的个案